207 犬舍罪犯碰到什么样的人 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一下 我作为一个犬舍罪犯碰到什么样的人 那绝对的是考虑考虑党媒 你有时候很多人是吧 问你的狗事无巨细 什么父母的小狗 从头拍到脚后跟 从毛巢拍到皮眼 是吧 什么都问了 什么都给他看了 然后价格也问好了 然后他来了一句 考虑考虑 我是最烦这种的 因为你做犬舍你就知道 但凡是考虑说考虑考虑的 99.99%都没有下文 为什么还留了个0.01%呢 那是因为我还没碰到过 给自己留一点悬念 所以你有时候 我就奉劝这些考虑考虑党媒 是吧 你把自己的情况 你落实好了 是吧 你家里能不能养 怎么着怎么着的 或者说是你看我这个狗 狗一看大概喜不喜欢 你就能看明白了 真正想买狗的都很痛快 真正想买狗的都是很痛快 你不至于说没几句话 重交吧 反正是事少 屁话少 但凡是那些屁话多 事多 问的多 问的详细的 往往都不可能成交 对 所以你有时候 你会觉得 是吧 你看他 问其多 是因为他那个 想了解的更详细 更好的养狗 但是我不是这么认为啊 我作为一个犬舍 作为一个卖家 问的越多 代表一律越多 一律越多 就代表养狗的可能性 就越低 是吧 那你前怕虎 后怕狼 是吧 回家怕老婆 出门怕怕怕怕老王 是吧 那你怎么可能养虫狗啊 养不虫 是吧 你有时候养狗 就得心一横 咔 养了 养了之后 你在什么 你所以说有些人说 这个我不会弄 那个我不会弄 怎么会不会弄啊 有啥不会弄的 我现在那群里 那些姑娘们养的 他们哪个会弄啊 现在弄的都比我好 是吧 没事在一起交流出来的 那些养犬 养犬 喂养 那些经验 比我都好 现在在有买狗的 想问我啥 我喀我拉出去 你们问他们就行了 他们的话说 群里除了我 其他都是售后 前段时间 听那充姐说 他朋友做国际代购的 说是 有咨询两次 还是三次 不买的就删除 哎 我当时听了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有些人吧 现在还好了 最早在QQ上那会儿 有些人 你只要发狗 他就问 你只要发狗 他就问 只要发狗 他就问 他也不嫌烦 是吧 而我们作为卖家 老是心存侥幸 万一他要买了呢 但是这样的 无一例外 他就是问问当 他就是不买 所以呢 现在有些人 问家两次 不成交 我就立即删除 我印象很深的一个 问罗维娜的 当时有两窝 一窝不半重的 一窝半重的 视频什么父母 都给他看了 他来了一句 哎呀 我考虑考虑 罗维娜跟拉布拉多 养哪个 好家伙 是吧 我接删了 删了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可能又又又来问我 发现我被删了 其他平台留言 你怎么还把我删了 好家伙 我年都过完了 我不删你留着过年 是吧 然后从你那买个罗维娜 到底多少钱 你看啊 我两个价位的罗维娜 半重说的 没半重说的 我都跟他说了 他又来问我 你这样的永远不可能成交 这样的 跟我的狗是彻底无缘 我这个人是个非常懒 非常粗俗的一个人 我就喜欢痛快的 是吧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问视频格的 也是 又打电话 又看视频 各种看看 然后问问父母 好一问又没动静了 我也不需要你有动静了 我就直接给你删了 就行了 是吧 你往后想想 你爱买谁的买谁的 是吧 你也别来买我的 这有时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 他老来问 我问着问着 我就不耐烦了 我就不耐烦了 我为什么不耐烦了 因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是吧 我说你百度 百度去多好 百度啥都有 是吧 百度对百度错 那也不是什么 你买我的狗 你确定买我的狗 我肯定什么都告诉你 但是你确定买我的狗 那肯定是要交静筋的 对不对 我才会告诉你 你什么都不确定 是吧 你又来问 问了之后 这个花落谁家还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去 为他人做嫁衣啊 对吧 所以说呢 现在有些也看着 是清真一切想买狗的 但我也就是直接说 百度你百度吧 很多问题 我真的没法回答 他老问一家一等于几 我怎么回答 是吧 我说等于二 他还诧异 为什么等于二 我说等于三 他更差异 不是等于二吗 所以老是牵扯到这么一些问题 所以我就在这儿奉劝一下 这些打算养狗 考虑养狗的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自身情况 搞清楚 自己想养个什么样的狗 适合养个什么样的狗 是吧 你搞清楚了之后 你再去咨询人家 你也可以货币三家 是吧 货币三家 是吧 咨询 咨询这方面啊 适可而止 不要从头发烧 问到脚后跟 那样 你那样会给人很 你问了之后 你没动静了 会很烦 给人很烦的一种感觉 是吧 这个狗好不好 你喜不喜欢 看一个小视频 你就都看得出来 看看父母 看小视频 就看得出来 你就买不买 你都不 不什么 就不用 你买不买 还没确定下来 你就不用担心 他到家之后会怎么样了 你要买我的狗 到家了之后 怎么不会 我还不教你 是吧 好 这是今天视频的一个 内容